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谋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的 请放掌 各位知识 各位局势大众晚安 好 我们今天要看 在见到分最后的一个段落 请大家翻到61页 好 这个61页呢 是我们继上个礼拜 阿难他已经开悟了 好 那开悟了之后呢 这傅罗纳尊者他就起来问 问什么 这个61页的第一行 他说呢 他说世尊常推说法人中 我为第一 说我是啊 佛陀的弟子中 说法第一的弟子 但是我今天听到佛陀说这个法 听到如来为妙法音呢 竟然感觉好像是一个 耳朵聋掉的人 要去听一百步以外的蚊子的声音 我们知道蚊子的声音呢 是非常微弱的 他必须要到耳边 我们大概听得到 好 那如果一百步以外的蚊子 你听得到吗 正常人耳是听不到 更何况我们又是聋掉了 所以呢 这个傅罗纳呢 他说我是一个说法的人 说法人对法一定非常的了解 好 竟然会遇到我听不懂的法 那这个听不懂的这种心情 就说他自己好像是一个 聋子去听一百步以外的蚊子的声音 本来就已经听不到了 更何况还要把它听懂 所以呢 如果前面我们听佛陀说法 听听听到 这个什么 非音非圆亦非自然的这个部分 如梦幻泡影的这个部分 如果觉得听不懂 那是就跟佛罗纳一样 佛罗纳尊准 他有一些维系的法的问题 他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 好 所以呢 他在61页这里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把它整理起来 他说 第一个 如果一切万法是由心所造 一切万法由心所生 我们一直都在讲 万法不离心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的心要去造就这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我们满意吗 现在这个世界很乱很脏 那如果心是清静的 为什么我们还会造就这样子混乱的世界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 我们心怎么去造出 这些万法 所以心是既然是清静本然 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会有花花世界 所以第一个 这个是佛罗纳的第一个问题 那有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就到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如果这样子 我们的心会 本来是佛心 本来是清静的心 会造成这么多的烦恼 就是我们本来是佛 结果现在流落至此当众生 那么请问 哪一天我们如果成佛 佛的清静心 他还会不会再起烦恼 如果会 那我们成佛这件事情就很危险 我们以为到终点了 结果最后还会逗退路 还会退步 还会起烦恼 那佛陀还会轮回 那这样我们成佛就没有意义 那如果不会的话 那要必须要说服我 我为什么众生本来是佛 那我们如果本来是佛 我们为什么会来当众生 所以这是第二个 如来何当附生有为席漏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再来呢 那既然众生本来是佛 佛陀如果不会再轮回 变成众生 那请问我们的清静心 大家都不想要轮回 为什么我会去 起了这么多的妄想执着 谁喜欢 我们都不喜欢 所以他说众生为什么会有妄念 因为这个妄念而产生了很多的妄习 以及生口意的造作 乃至于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是主要的几个问题 那这个五大圆融 就是我们所生出来的这个世界 是地水火风 一般小圣的圣人或者是妇罗纳尊者这一类的人 他会认为地就是坚硬的 水就是湿润的 火就是这种有热度温度 风是流动性的 这四种元素 四大元素应该彼此之间是分庭抗礼 水火不容 那为什么都是由心所生 那么是不是表示 这个所有的物质的这些特性是彼此可以圆融 那是如何圆融 所以他有问了这几个问题 好 那佛陀呢就一个一个来回答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 所设定在62页跟63页 62页63页呢 佛陀讲了三个重点来回答 清净本然云和呼声山和大地 所以呢62页这边就讲 佛陀说 佛罗纳如如所言 清净本然云和呼声 山和大地 所以呢佛陀他用三个角度 第一个是从 好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环境 我们所住的地球 我们所在的陆地 我们所处的台湾 有一个自然的环境 那这个自然环境呢 它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 就硬体的部分 在佛法里面叫做一报 这个一报又叫做气势间 不管是气势间 气是容器的气 气势间或者是一报 我们所医植的这个环境 它都是由我们的心所生 怎么生 所以这是第一个世界 这是世界的深层 它是一个一连续连贯的假象 所以世界如何相续 好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好那在这个一报的世界中呢 我们有所谓的众生相续 就是有六种形态 六道的众生在生存在这个空间 那这有情众生的生态 各有不同的方式 有卵生 有失生 有胎生 有化生 有地狱 有恶鬼 有畜生 有人 有天 有阿修罗 不同的特质 好那这个众生是怎么样来相续 为什么我们会投胎成为人 所以这是众生的一个特质 它是什么样子的法则 那再来第三个呢 那同样如果以人道的这个范围 这领域来讲 这地球上有70亿人口 为什么我们哪里不去 就跑来找这一个家庭 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这么多人不看不找 我们偏偏就遇到了这些人 然后跟这些人产生的交集 所以第三个叫做业果相续 所以佛陀在62页 63页呢 用这三个角度来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从我们的心念衍生出来的 好所以我们先在这里呢 先看一个整体的 我们看到62页 62页呢 在这边 佛陀他的一个解释 先讲了一个重点大纲 那所谓的这个重点大纲 我们看到重点的 这大纲的左边 左边的中间这边 有讲到两个 两个标题 第一个叫做 无名不觉生三系 有没有看到这个 就是62页 我们不是分成 左边是大纲 右边是经文吗 就是每一页的中间 就是分成一半 左半部是大纲 右半部是经文 那左半部的中间呢 有看到无名不觉生三系 有没有 然后下一句叫做什么 境界为原掌六出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句是从大圣起信论 从大圣起信论 所提出来的 我们轮回相续 心念流转的一个次第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提到这个大圣起信论呢 因为这一部论呢 在讲我们的心念 有不觉跟觉两种层次 那当不觉的时候呢 它分析的非常的详细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呢 先学一下 先了解一下大圣起信论的 这个心念流转 有九个次第 第一个次第叫做 无名不觉生三系 那简单来讲呢 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开始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坐在这个地方 来上这堂课 那这堂课呢 本来我们很专注 结果呢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咕噜一声 什么咕噜 原来我的肚子在叫 好 本来在上课突然想到 对 我刚才因为很敢 忘记吃晚餐 所以突然之间呢 咕噜代表什么 肚子饿 好 那当我动了一个念头 去注意我的咕噜 我的肚子 饿了 当我觉得饿了 自然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下一个念头就 好像应该要吃个什么 所以呢 我们肚子饿的反应 第一个念头 你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就突然想 我好想吃个什么 好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心开始动 好 心开始动 我们是绝还是不绝 是明还是无明 是无明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专心听课 结果竟然心跑去咕噜 然后又跑去想到 要吃什么 所以这时候呢 一个不 不注意 一个不绝 就会出现三个细的 细的心念 细的烦恼心 所以呢 这三个叫做 无明 夜相 能见相 境界相 好 那因为他是在一瞬间就跑出来 一瞬间跑出来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发现 没有办法去觉察到 谁先谁后 几乎是一瞬间 所以 譬如说 你现在肚子一饿 就想到要吃包子 好 包子 一想到包子 出现了一个包子的样子 有没有 马上 你想到马上跑出来 这个包子的样子是 咸的甜的 白的黑的 热的冷的 味道如何 好 在哪里卖 是不是又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叫做境界 那谁去发现有包子 不会是你隔壁那一个 就是你自己 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心就开始明明坐在这边在听法 结果我的心已经跑去包子那边了 所以呢 这个能见对境界 谁看到包子 就是我的心 那你为什么会去想到包子 我也不知道 就突然觉得好饿 然后就想到了 所以叫做无名 你不知道了之后就开始动 动了之后呢 就出现了像 这个包子的这个境界像 好 那 那是不是 谁去送包子给你吃 没有 就是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想到这个 所以常常我们会有突发奇想 那这个突发奇想 其实就是一种无名的动向 夜就是动 因为你不知道 你没有发现 你心就动了 心动之后就有一个境界 好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两种 两种状态 第一种 如果你发现 啊 我在打妄想 我应该上课 我怎么打妄想呢 好 这时候呢 我的心就回来上课 包子去哪里了 包子就没了 好 你也不用去说 啊 包子跑去哪里 被谁偷吃走了 没有嘛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 所以呢 好 这个 这个是叫做绝 绝的就回来了 绝就不会继续 可是通常我们都是没有绝就继续 好 继续 继续想包子 所以呢 就会有下面这六种 这六种粗 啊 这种比较粗的烦恼 就是因为我没有发现 我现在已经在打妄想 所以继续依着这个包子来想 喜欢不喜欢 喜欢吃包子吗 喜欢 喜欢就是志向 我会分别 我最喜欢吃 我最讨厌吃 好 所以呢 当我肚子饿 我会去想到 最喜欢吃的 咸的甜的 中餐西餐 是什么样子的 好 所以当我 依着这个劲的时候 我就会分别 我爱跟不爱 这个叫做志 好 那如果我爱 我就开始想 我就忘记 我现在要上课 就一直想这个 哦 什么时候吃过最好吃的 我等一下下课一定要去买一下 好 那甚至于我还要买来给师傅吃 好 所以 就会相续 就忘记了 忘记 现在应该要听课 结果就一直想 想到呢 好 就产生了一个习惯 好 口水流下来了 不吃不行了 好 没有吃 觉得心里面好失落 好 甚至于呢 现在就直接跟师傅怎样 请假 我去买 吃完再回来 好 所以就是要直取 执着了 我非要不可了 好 产生了我喜欢 我非要 如果没有 得不到 我会不快乐 好 那我非要追求不可 而且非要 这一家的包子不可 叫做记名字 所以有的人会挑食 好 肚子饿 哎 有得吃就好了 可是不是 我非要吃到 我想要吃的那一个 我才会觉得我有饱 好 所以有的人喜欢吃饭 哪一天不能吃饭 他就觉得 没有办法 满足他的 这个胃 那有的人喜欢吃甜 如果没有吃甜 他会觉得 好像没有吃 有的人喜欢吃辣 如果这一餐没有辣 他就觉得不好吃 所以呢 这个叫做记名字项 记名字 我们会依着这个名字 我把它记起来 记得我爱的 记得我不爱的 那我爱的呢 我就会想要 想办法去追求 叫做企业 企业 那如果不爱的呢 不爱的 我就不会继续跑 好 讨厌的呢 我也会一直想 所以不管你是强烈的爱 或是强烈的恨 都会让我们继续相续 我恨一个人 我会一直想一直想 他我有多恨他 他有多令我恨 好 所以一直不断的想 想到最后 我一定要报仇 好 所以呢 就会起业 好 起业到最后呢 产生的结果 叫做联系而来的 就是一种苦 你爱的东西 你追求 求不得 就是一种苦 你求到了会失去 又是一种苦 好 那求到的 跟你想象中的差距很大 就很大的冲突 叫做怨证会苦 所以有爱别离 有求不得 有怨证会 还有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 你的色受想行事 赤胜不移 好 就是每天晚上呢 因为你的欲望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念心念 所以导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没有办法降服 叫做五音赤胜 所以呢 夜所细的结果 就是一个叫做夜细苦 好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念流转的次第 从无名能见境界 然后依着这个境界有至相续 好 相续之后就直取 然后就把那个名字记起来 不管我喜欢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事 或者是这个牌子 或者是这个物 我会把它记起来 就是把它的名字 名词记起来 记起来之后呢 我会随着名词 好 我听到包子 好 我听到馒头 好 我听到某一个牌子 在大特价 或者是我听到某某人来了 这些都是名词 好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名词 那我们会随着这个名词 曾经我被姓黄的 好 害过 他骂我 害我呢 三天 好 就是过得非常不好 所以从此以后 我对黄色的过敏 就是我只要听到黄 开始鸡皮疙瘩就站起来 就准备 好 就准备发火 所以呢 这叫做记名指向 我们对于某一种情境 某一种人 或者是某一种事 某一种物 我们会把它记得 那这个记得 就会放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会让我们形成一种我见 一种成见 好 会随着我们的成见 而有很多的造作 所以这个是一个心念流转的过程 好 那我们来看到呢 如果用这九个过程来对照 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 在62页 在62页 他说 其实心本来清清静静 清静本然 云和乎生三合大地 表示呢 这个心是由我们的 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的心怎样 一念不觉 无明不觉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之间就冒出来 那冒出来 你也不能说 他从哪里冒出来 也不是老天爷去造的 也不是盘古开天地 也不是上帝造人 就是我们的心 好 就冒出这个世界 可是在这个过程 非常的违系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怎么造 就是因为根本不知道 叫做什么 就是无明 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的结果 就会造成 这整个世界的一个 生灭相续的过程 叫做生续 怎么冒出来的 不知道 怎么连续下去的 也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世界哪里来 我们就是在无明的状态 好 所以呢 怎么样无明 怎么样会动 信诀必明 妄为明觉 好 本来无一物啊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可能就是期待会悟 好 听到呢 阿难 他说我要找我正念心 有没有开始想要找 有 所以就会去想说 奇怪 到底悟是一个什么 好 回去家里面 在静静的打坐的时候 本来我们的心就很清楚 没有什么杂念 突然在那边想 哎呀 我来悟一下好了 好 来找一下我的心好了 所以呢 你的心本来是有觉性的 本性是觉悟的 可是你硬要去找一个 我要去悟 我要去追 我要去想 我要去了解我的心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妄念 是不是 我们本来就有觉 何必还要再去多事 好 所以呢 这个叫做没事找事做 所以所以我们的心本来清清楚楚 好 然后呢 就要去追求一个开悟的境界 说到底要悟什么 好 结果当我要想要悟的时候 这时候就已经在乱动 所以我们很喜欢追根究底 就要去找一下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本来就在 但是我们又要去找 找的结果 其实我们找到的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本心 而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妄心 一个假的决心 所以妄为明觉 好 所以出现了一个明觉 这个其实是一个妄念 好 绝非所明 因明利所 那因为呢 我们要去悟 所以以为自己悟到了一个境界 什么境界 开悟的境界 所以呢 自己就开始自己 我说 哦 师父 我好像悟到了 我很有领悟 我好像有所了悟 好像叮的一下呢 突然得到了一个什么境 好 看到光也好 或者是呢 悟到一个什么道理也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 对于这个境界 又产生了一个能悟的人 所以呢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但是因为听到了这个法之后 开始自己的妄念 就开始动 开始动 好 那本来没有分别的 开始分别之后 我就要在没有分别里面 要去找出我可以分的 好 我可以分的 好 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 有的人会怕黑 黑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黑里面没有东西 那没有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害怕 觉得黑 在黑暗中 可能有个什么 所以呢 当我们在黑暗中走路 好 因为我们的害怕 所以心就会开始忐忑不安 好 上上下下 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 就突然就会在黑里面 看到一个比黑还要黑的 叫做黑影 好那在这个更黑的跟一般的黑比起来 是不是就不一样 不一样之后我们就看 是男的黑还是女的黑 是不是 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好 是三个眼睛还是三只手 还是飘的还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开始有很多的分别 到底跟我同一类还是不同一类 是人这一类的 还是不是人 好 所以是人 还是不是人 所以是不是开始分 成义 是不是 好 结果呢 好 义比所义 说啊 我是人 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人 我们又要分好人还是坏人 所以譬如说我们来到了这边 大家通通都不认识 我们来上课 就是同班叫做同学 同学我们第一堂课来 有位置就坐 就坐下去没有分别 可是上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开始有点认识 还交换了名片 说哦 我要跟这个人坐在一起 因为他跟我感动 是不是 开始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样都是女孩子 我们一样都是年轻人 我们一样都是戴眼镜 我们一样就是怎么样 好像在大风吹一样 我们自己就会在 没有差别的团体中 我们会开始分 到底是要选择 跟我同质性比较高的 或者是 跟我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都在 没有同意之中 会开始产生的不同 好 差异 好 差异 那这个差异之后呢 又会一比所异 跟我不一样的这个人 好 那这个人 也跟另外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呢 在这么多的差异里面 我们硬要去挑选的话 我们就会选择什么 选择 他跟我对立 但是我们就会认为 他跟我不同主 他是我的敌人 是不是 好 那结果 问题是我要找我的同盟 我会找什么 找同样是他的敌人 所以敌人的敌人变成什么 变朋友 所以呢 情敌的情敌变成什么 我们两个一起来 变成联盟对抗 所以 亦彼所亦 因亦利同 我们的分别就 啊 我们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呢 都怪咖 所以怪咖又变同一组 是不是 好 那 男生跟女生可以分 但是男生女生里面呢 在对 这个在对立的一个分别项中 我们又会去找同直性 所以义中求同 同中求义 所以这个是从哪里来 从我们自己的分别性 本来没有差别 没有分别 但是我们的习性 让我们无名不绝之后 开始对境界产生分别 那境界产生分别 其实就是一个 跟我同组跟不同组 相同的我就会喜欢 不同的 我们就会产生排斥 好 那由于相同的感觉好 所以就有爱取友 不同的感觉排斥就会震 然后呢 就会开始产生对立跟冲突 好 烦恼就随之而来 所以同意发明 因此复利 无同无异 我们常说呢 这个分很久 分久了就觉得好累 干脆我就是什么都不要分 中间路线 好 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两个人吵架 好 那小孩子呢 在这边 我是爸爸这一组 还是妈妈那一组 什么都不是 我自己一组 是 好 所以呢 哎 到底要跟谁同一组 我们有时候 自己会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叫做 同意发明 因此复利 无同无异 又会有第三类 叫做中间模糊地带 好 我什么属性不同的 也不是是同 也不是不同 好 所以呢 我会自己又立一个无同无异 所以呢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呢 就会产生很多相对待的概念 感觉 受想形式 好 受受想形式 乃至于我们在这个 好 分别之后所产生的变化 就会产生很多相对相待的假象 相对的假象呢 我们为了要寻求自己的定位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疲劳 好 如是扰乱相待生劳 老久发沉 自相混浊 又是引起 乘劳烦恼 起为世界 尽成虚空 所以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一直在那边分别 一念不觉分别 分别之后 继续再分别 好 分别到 没办法分了 就产生一个执着相 好 有了这个执着相之后呢 起的 所有的起心动念 好 我们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叫做世界的 花花的 花花世界的现象 但是当我不分别的时候 静下来 一切都是空 好 所以空 虚空 没有办法分别 可以分别的 就是这些有形 有相的世界 好 所以呢 起为世界 近尘虚空 虚空为同 世界为异 好 只要我们落入了 有违法 有违相 都会在一个 好 志向相续 直取 记名字 其夜夜细苦 所以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 就是一直分别的 分别的不停 从早上 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 要去哪里 要见什么人 要跟谁想电话 好 要进还是退 好 要采米油盐 酱醋茶 要怎么去过这一天的生活 都在一个分别的状态 好 所以呢 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呢 就是在一种变化向中 好 那这个是佛陀讲的一个总的道理 这世界哪里来 就是从我们不断不断连续性的一直分别而来 在分别的过程中 我们产生了一个志向相续 像直取 像 记名指向 然后呢 我们就会随着自己的一个观念 还有既定的习惯 我们就会开始跟这个世界互动 就是说什么 想什么 做什么 好 所以呢 就会有这个业所产生 好 那 佛陀接下来就分成三个方向 第一个 这个世界怎么分别来的 好 这边呢 就会讲到生成世界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世界呢 其实我们的分别来 当我们在分别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待的动荡的状态 我们的心念不可思议 当我今天不知道看这边好 还是看那边好 来各位我们伸出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就好像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心念想东想西的时候呢 好 眼睛会转 是不是 我们会走来走去 我们的手会在那边抖来抖去 然后脚有时候会抖来抖去 就是当我在那边忐忑不安 在那边思考 应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有动向 好 我们的手如果是这样子 到底往左边好 还是往右边好 好 是看东边好 还是看西边好 好 那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子来摆一下 往左边摆 往右边摆 往左边摆 往右边摆 有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没有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空气没有什么流动的现象 可是当我这样子过来 这样子过去 这样子过来 这样过去 在这个空间中 有没有产生一种变化 什么变化 出现了一种什么 流动的现象 这个流动的现象叫做风 流动的现象叫做风 所以这个风 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而是就是在这个空间中 有流动的特性 叫做风大 好 这个流动哪里来 就是我们的念头的动向 扩大变成我们的身心的动荡 乃至于整个世界 就是在一个动态的相对待的摇动的状态中 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风轮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世界 好 本来在这一个空间中 如果空气凝结不动 其实这个空啊 完全没有具有任何的影响力 但是当它开始流动 刚开始徐徐的流动没有什么 可是当它急速的流动的时候 在这个空中会产生的一个 会产生什么 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出来 所以呢 本来是空因为动 而动得越动越大 而且越动越快之后 会变成旋风 飓风 龙卷风 乃至于我们常常七八月会面临到的台风 本来这个空呢 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但是当它急速的转动了之后 它会变成一种坚固不坏的 一种具有这种破坏力的坚硬的性质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个风大呢 旋转之后呢 在它的中心会形成一个坚硬的 有障碍的像墙壁一般的一种固体 物质 物质 故象 坚硬为地大的意思 所以呢 它说 绝冰空妹相待成瑶 它形成了一个风轮的现象 但是这个风轮不断的转动了之后呢 在它的中心会形成坚硬的 在腹法里面讲坚硬的这个成分 这种性质叫做地大 好 那在楞严经里面就讲呢 这是属于经轮的部分 所以不断不断旋转在中间会形成一个坚硬的物质 叫做金轮 金轮 好 那这个风呢 因为不断的在旋转 所以它会把很坚硬的东西 它都会让它悬浮在空中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地球 好 你看 也没有一根绳子拉住它 它好像就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引力 它就悬浮在空中 好 所以好像被拖住一样 好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这个侧面图 剖面图我们可以看到 好 因空生摇 好 因空生摇 这个空呢 因为有相对待一念不绝的一个动向 动向之后开始摇动 摇动之后呢 就会在它的一个中心呢 产生了一个 好 我们现在把它脱离 抽离出来 产生了一个经轮 地大 地大 所以 好 那这个产生了 障碍 有了这个障碍之后呢 这种坚固的物质 我们称为经轮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 最初的一个原型 从动向 本来没有 开始动 动了之后 就从无中生有 出现了固态的东西 好 那这个风跟经 会不会继续在 好 继续在旋转 风会继续流动 所以风跟经会不会产生一种摩擦 风会摩擦到固体的 所以当风 经 相摩擦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火 所以在这个风跟经轮中间呢 就会产生了所谓的火性温度 火性 火大 所以这里就是火轮哦 好 那火 还会不会有作用 会 产生了温度之后呢 它会 往上 还是往下 它会往上 所以上面这个最坚固的这个经轮 经过火的一个烧制之后 它会怎样 坚硬的东西 经过了高温 会发生什么 人家说真经不怕火炼 但是呢 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呢 它会融化 融化了 它会产生什么 产生水大 所以水是一种湿润性的物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基本的原型 地 水 火 风出来了 好 地 水 地 水 火 风 这个四个基本的元素出来了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都是从一念不绝 本来没有 现在产生了对立的现象 产生了对立的现象之后呢 就会开始有这四种元素的交互作用 好 请问这个火是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走 水是往下还是往上 往下走 所以呢 水往下走 火往上窜 好 在这里面呢 水跟火会不会有交汇的时候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原来在这个整个 我们说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这自然的环境呢 它就是包含很多的各种地水火风的元素 这个元素呢 湿的地方 是巨海 就是海 水往下走 河川 江 它会往下流到最后 汇尘巨海到低洼的地方 那高的地方呢 比较干的地方就是洲 就是岛 好 所以呢 这个就会形成了这整个世界的状况 陆地中有水 水中也有陆地 好 所以就有这些变化 好 那接下来呢 因为水往上走 往下走 火往上跑 所以有时候水中有火 好 水中有火 那如果呢 彼此之间的势力 如果彼此之间的势力 此消彼长 此消彼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在这个地中 在经轮中 如果火的势力比水的势力还要大 火的势力比水的势力还要大 它会怎样 它会形成什么 火的势力就会火往上窜 水挡不住它 所以呢 就会形成一种造山运动 好 就会有造山运动 所以这个高山 好 乃至于这种 这个造山 火山也好 或者是造山的这个地震 或者是这些整个地壳的变动 它都是在这个地水火风的 这个消长之中 好 有它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好 那所以呢 佛陀就继续讲 这个看起来的 这个高山里面 有没有含有火性 有没有含有水性 有 它现在看起来是坚硬的 但是呢 当怎样 当我们这个石头啊 相撞击的时候 会产生火花 所以表示 看起来是坚硬地大赤胜的石头 高山 它里面含有火的成分 那如果呢 高温融化了之后呢 它又会变成有流动性的水性 所以呢 看起来现在是地大 它里面有包含水大 有包含火大 好 所以我们说物质有三态 这里面其实每一个东西里面都含有地水火风 只是消长的问题 哪个 哪一个成分比较强 好 那再来 好 如果水是比土是还要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抽为草木 好 抽为草木 所以长出来的树木里面 看起来是树木 它里面有包含水 有包含土 所以呢 如果遇到了森林大火 好 这个树烧完了 会剩下土 好 所以表示它这里面呢 包含有土的成分 好 那如果呢 我们做这个就是做这个植物研究会知道呢 这个树里面有含有水 所以树枝树干去好去扭转脚转的时候呢 它也会挤出汁意出来 所以呢 在这边就讲到这个世界相续有从前面的一念不绝而来的 所以从最早最早呢 一念不绝开始产生了同意的分别 分别之后呢 因为这样子的相带 所以产生了风向风大 好 这个风轮呢 就会因为不断不断的摇动而产生了一种障碍的现象 这叫金轮 金轮跟风轮相摩擦会产生了火光 火光呢 往上针会融化的金轮而形成水轮 水往下走火往上走 所以就产生了四大合合交织而成的山合大地日月星辰 这些种种的现象 好 所以呢 这山合大地哪里来 佛陀就讲 其实就是由我们的一念不绝来 所以跟我们的心息息相关 好 所以我们说刚才 就是刚才有人提到 今年 就是2012年 2012年有一个世纪末的预言 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世界末日 那到底什么叫做世界末日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末日 好 那这个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 好 我们所在的台湾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在 还是我们出生之后才在 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在我们死后还有没有存在 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更是什么问题 就表示我们没有听懂佛陀讲的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生万法 这个世界三界有我们的心所造 所以我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当我们无名的时候 我们的世界末日就出现了 好 所以呢 当我自己的心很萧条 很黑暗 很负面 我们的世界就开始就整个摇摇欲坠 当我们世界有光明 我们的思维有正向 我们有很多的创造力源源不绝 我们的世界好像欣欣向荣 好 那只是我们会觉得自己太渺小 会以为这个世界是外面的神 或者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所造就的 但是我们仔细去想想 这个世界呢在我还没有来到出生之前 它的存在跟不存在 对我自己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 所以那是它的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死了之后这个世界在或不在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呢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要很担心啊 为了这个世界末日啊 赶快啊 我们要去做一点 做一点研究 做一点准备 还要买很多货柜屋 好是不是 好所以我们 我们买货柜屋 我们要逃去哪里呢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其实 没有什么概念去面对 我们现在所创造出来的世界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怎么出来的 好那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从科学家的角度 来讨论这所谓的末世 所谓2012的这个预言 那我们来看看科学家他怎么说 随着全球自然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 许多人不禁开始想象 玛雅人所预言的2012 真的是世界末日吗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 具有丰富天文知识的玛雅人 许多观察的确和现在科学研究 有一些相合之处 比方说地球磁力的减弱 以及太阳黑子的剧烈活动等等 科学家认为 这些宇宙天体运行的变化 的确会影响到地球的气候 和自然水土 那么2012到底会怎么样呢 科学家说地球的变化 的确正在发生当中 但是谁也不知道 究竟会怎么样 与其无畏的想象和担心 不如积极地改变心念 改善生活 当科学遇到了预言 2012应当是让人类 往外探求宇宙奥秘 往内探索自我心灵的一个契机 记者 陈婷宇 赖兵环的报道 消失的玛雅文明 留下了一部 只记录到2012年 12月21日的立法 他这边介绍了 为什么有2012 原来是因为玛雅文明的立法 他只记载到2012年 左右会很接近银河系赤岛 好 那这个天文学家呢 因此慢慢接近2012的时候 从天象的变化 天体的变化 太阳磁极的变化 来讲 的确有可能会产生 2012的状况 你是否曾经仰望天空 想着宇宙有多大 曾经在地球上创造高文明 却又突然消失的玛雅人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观察天象 做出了2012年 将是这次人类文明的终点 也是另一个起点的预言 天体的预行主要就是太阳系 在绕银河系 这个大的圆盘转的时候 它是成波浪性的运转 那么2012刚好使它 下去快起来的那个顶点 玛雅人对于2012的预测 被解读为末世预言 近年因为极端气候 产生了许多天在地变 更让2012成为商业 炒作的热门题材 我不敢用玛雅的预言来解释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象 甚至很多科学发现的现象 跟它的预言有一些是相合的 玛雅预言主要是讲5000年的周期 那我刚才讲的是26000年 也就是在那个26000年 太阳系运转的那个周期里面 应该有5个玛雅的5000年的周期 那么下一次可能是最后的那一个 也是很大的一个周期的结束 就是2012 12月21号 这个比足球场还大的玛雅遗迹 是玛雅人以球赛重现宇宙天体运行的地方 玛雅人预言 2012太阳和银河系的中心将会慢慢地对齐 而这个观察和现代科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 曾经在八八莫拉克风灾前 就呼吁政府应该做好防灾救灾准备的林中兵强调 越来越频繁的水灾 雪灾 地震 海啸等自然灾结 全球暖化和人为破坏只是其中的一环 地球磁极还有天体运行的挑战 恐怕更不能忽视 弗林斯顿大学地职科学家马洛夫 从地球大陆的板块移动 试图破解玛雅预言 结果发现地球的磁极的确在快速移动 人其实是像一个磁铁一样 那么地球也是一个磁铁 太阳系也是 整个宇宙都是 既然在大的环境里面 进入一个特别状况 人受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地球的磁铁 它的力量不断在减弱 而且地球的这个磁北极 它很接近我们所说的地理的北极 那么地球的磁北极在移动 从加拿大北部 慢慢向西伯利亚方向移动 而且越来越快 所以如果整个地球 慢慢接近2012的时候 磁力度减弱 那么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有这种浮动的倾向 除了地球磁力减弱 另一个可能造成巨大的影响是太阳风暴 我们知道科学家现在发现 就是说太阳系的电池的现象 是比我们原来了解要复杂 最简单的当然就是11年的太阳黑子的周期 那这个是在2012会达到最大期 玛雅人为何能够拥有现代科学家 仍在探索的宇宙天体运行之事 并预测2000年后可能发生了地球灾结 到现在仍是未知数 不过物理学家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从传统物理到近年蓬勃发展的量子物理学 就是试图揭开物质世界外的宇宙奥秘 在瑞士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大强子对撞机 这项试剂实验 试图找出宇宙生命的起源 就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 我们生活中所有的物质世界 只不过占了整个宇宙总能量的5% 而其他的95%人类一无所知 所以科学家他也发现 原来物质界的研究 它是有限的 所以他们现在发现 原来外在世界跟我们内在的侵犯了 心的力量其实是有可能是一体的 所以现在科学家他也在打破这种 设法与心法之间的限制 所以开始从另外一种角度来 了解这个世界 好 这个在讲的就是生柱易灭 成柱坏空的一个循环 其实是讯息波和讯息场 陈国正解释 所谓讯息波和讯息场 有点类似东方哲学所说的气和念力 这个发现给了人类超乎物质世界的潜能和力量 所以他们现在从形而下的物质 开始去研究形而上的 看不到的东西 它的作用力可以远及 我们难以想象的大范围 生命不是只有身体而已 你身体里面还要有能量 还要有指挥能量 指挥这些物质的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就叫做信息 它是一种波动型的指令 但是这个指令从哪里来 从更上层楼的心灵来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啊 其实动一个念头就产生信息波 好 这边就讲到了 其实一切的主导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心念 量子物理进一步提出 由人类心灵意念产生的信息波 让宇宙充满了如无数星星般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人类的意念会创造物质现象的事实 面对2012 根据量子物理学的理论 人类可以用集体意识影像挑战 甚至改变可能到来的灾难 可是从近代的物理学来看 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到 我们虽然是很小的个体 可是我们对整个宇宙 却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物理认知 那么我们人类应该及早觉醒 来面对所谓2012年的这种大的环境的变动 我们一定会碰上各种异常的天象 或者是灾变 或者是人火 但是只要有大多数的人 能够有相同的爱心 相同的纯正的信念 那么这个世界所可能发生的这些灾变 就可以在我们人类的共同心愿之下 得到一定的掌握 或者是化解 也就是说 必须同舟共挤 我们才可能度过这样的一个灾难 好 所以这边提到了共同的集体的意念 玛雅人说从1996年开始一直到2012 人类就进入所谓没有时间的时间 玛雅人的日历虽然停在2012年 但终结不代表末世 也许是两个世代交接的改变与转变 所以我想2012可能不是地球的毁灭 而是我们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观念上面 有些是东西的一个转变 那么这种认知上的典范的转变 会带动我们整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这可能是比较贴近于2012的 真正要讲的东西 而不是这个地球就是完蛋了 那么我想2013年一定会来到 我们也都期待地看得见 看到2012我们就想到冬天来了 但是春天在后面等了 不要说是冬天来了 你没有办法让它回转 我干脆就放弃算了 尽量享乐早点死算了 这样是对自己不起 所以我一直很建议 我们践进2012的时候 对自己的心跟身都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心尤其重要 让心安静下来 然后做很多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 其实让你自己快乐 一个秘诀就是你帮助别人 你就会非常快乐 这是一个秘诀 从牛顿到安因斯坦 人类的宇宙观不断在进化 对科学家来说 面对2012的预言 与其耗费心力恐惧未知的未来 不如是当作开拓新宇宙观的大好时机 人类发明太空望远近以来 不断利用新科技往外探索宇宙的奥秘 怎么看待2012玛雅预言 对科学家来说 也代表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观 怎么从5%的物质世界 一探另外95%的宇宙能量奥秘 需要的恐怕不只是高倍数的太阳望远近 而是一个往内探寻 及更开阔的心灵望远近 我们会常常问天空有多大 其实天空有多大 这句话不仅没有办法问 很多人也不会回答 其实就是你的心灵是多大 你的天空就多大 我们的心灵有多大 天空就有多大 所以因为有这种意识的觉醒 所以有这种预设觉醒 所以在这个就是前年 还没有 还没有 要关 前年呢 这个 前年这个法国的奇才 卢贝松这个导导演 他就播了一个 他就制作了一个有环保意识的电影 叫做拯救地球 叫做Home 那他是用高空的摄影的角度 拍摄了54个国家的高空的一个角度 然后来把它编导成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同时在全球同时上映 而且在YouTube上面还免费观赏 那他希望呢 藉由这样子的电影的上映 能够唤起大众的共同的意识 关心我们的地球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片段 他发现呢 我们这个地球啊 是我们的资源 但是因为 大部分人的参与 过度的开发 能造成现在暖化的现象 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呢 大部分的粮食 都是拿去续养牲畜 大部分的绿地 也被开发成为木头 地 水源 一次 全部都 拿去续养 续养牧业 续养牧业 这极月式的续养 所以造成 分草不生 育养牧业 育养牧与 都 1kg的肉 和1kg的13000L 只是在這個比例上 消耗資源的比例 生產這個穀物跟生產 肉類的資源是不成比例 千萬的工廠船 在海洋 三四個的漁場 都被浪費 反而用我們的技術 日行月異 所以所有的資源都被我們用光了 我們死了一路的生活 我們死了一路的生活 它被我們所給的 現時期 所有財物的針撈是用禁止的 xu.t the wetland represent six percent of the surface of the planet under their calm water lies a veritable factory where plants and microorganisms patiently filter the water and digest all the pollution these marshes are indispensable environments for the regene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water they are sponges regulate the flow of water 但自己浮得它在冷渴下 在冷渴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l living matter is linked. Water, air, soil, trees. The world's magic is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Trees breathe groundwater into the atmosphere as light mist. They form a canopy that alleviates the impact of heavy rains. The forests provide the humidity that is necessary for life. They store carbon, containing more than all the Earth's atmosphere. They are the cornerstone of the climactic balance on which we all depend. The trees of the primary forests provide a habitat for three-quarters of the planet's biodiversity. That's to say, of all life on Earth. These forests provide the remedies that cure us. The substances secreted by these plants can be recognized by our bodies. Our cells talk the same language. We are of the same family. But in barely 40 years, the world's largest rainforest, the Amazon, has been reduced by 20%. The forest gives way to cattle ranches, or soya bean farms. 95% of these soya beans are used to feed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 Europe and Asia. And so, the forest is turned into meat. The clock of climate change is ticking in these magnificent landscapes. Here in Siberia and elsewhere across the globe, it is so cold that the ground is constantly frozen. It's known as permafrost. Under its surface lies a climactic time bomb. Methane. A greenhouse gas 2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carbon dioxide. If the permafrost melts, the methane released would cause the greenhouse effect to race out of control with consequences no one can predict. We would literally be in unknown territory. Humanity has no more than 10 years to reverse the trend and avoid crossing into this territory. Life on earth as we have never known it. Humanity has no more than 10 years to go. Humanity has no more than 10 years to go. Humanity has no more than 10 years to go. Humanity has no more than 10 years to go. We have created phenomena we cannot control. Since our origins, water, air and forms of life are intimately linked. But recently, we have broken those links. Let's face the facts. We must believe what we know. All that we have just seen is a reflection of human behavior. We have shaped the earth in our image. We have very little time to change. How can this century carry the burden of 9 billion human beings if we refuse to be called to account for everything we alone have done? the listening value fixing . At that distance we have been able move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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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在这一段的最后面就讲到 胎软软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这里后面还会讲到我们的情跟想会影响我们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沉 所以足其飞沉 已是因缘众生相续 那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重点在讲为什么我们身为胎生的动物 就是我们是情感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众生 那再来呢 那这么多人里面呢 我们同样生而为人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生在台湾 在台湾这里跟这一些人 乃至于在跟这个家庭的相关 息息相关的人呢 纠缠这一生呢 其实这里面呢 都有不可思议的业果在里面 所以呢 63页最下面呢 就讲到三个不同的业 三种不同的业 叫做杀到营的轮回的业 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因缘而引起让我们在这一生中 选择来投胎成为这个人的孩子 成为这个人的家人 其实最主要的叫做想爱同结 爱不能离 由于父母子孙倾倦的关系是以情感为基础 这个情感是执着的情感 所以以欲贪为主 所以这个贪念呢 是让我们产生欲望的贪念 所以父母子孙相生不断 好 那在以前呢 曾经有一个寒山大士 他平常自己在山上修行 那他是修道呢 已经是一个菩萨的一个 叫做大士 称为大士呢 就是指他是有这种菩萨的心境 跟菩萨的行为 那后人呢 也认为这个寒山大士呢 可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那有一天呢 这个寒山大士就到村里面去办事 结果呢 他就碰到村里面的人大摆宴席 结果大摆宴席呢 大宴宾客啊 大家都非常兴高采烈 结果他竟然在这个宾客中呢 他就嚎啕大哭 嘿 人家在办喜事里在那边哭啊 这个风和尚有病啊 那大家就想要把他赶走 结果他就不走 就在那边唱歌 他唱什么歌 他唱啊 六道轮回苦 孙子娶祖母 他说你们今天啊 真的是很愚痴 笑得这样 还甘啊 恭喜哦 你不知道今天在那边请客 新郎新郎娘结婚 其实是孙子娶祖母啦 孙子为什么会娶祖母 祖母最爱谁 最爱孙 最疼孙 可是问题是祖母年纪大了 孙子还很小 所以祖母要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是谁 就是那个阿孙 那阿孙如果我走了没有人照顾阿孙怎么办 所以乘着这个放不下 有没有可能再来投胎 来成为他照顾他一辈子的新娘 也有可能哦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呦看到这一段很害怕 回去看到自己的另外伴 你是不是我的阿嬷来投胎的 就会开始去质疑 那事实上呢 可能我们的亲眷的相续的关系 有可能会这样子 父母子孙相生不断 谁都不知道谁是谁 只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放不下 所以我们又来见面成为一家人 那尤其是父子的关系 亲眷的关系 你不可能说登报作废 说再见不联络 我们就可以切断 他没有办法切断的 所以呢 这样子没有办法切断的因缘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是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关系 都是因为浴滩为根本 就是我们的停职 好 那他就继续唱啊 他说 哎呀 你们都不晓得 你们还在那边好吃难吃 所有的宾客全部都是过去生的牛羊来的 牛羊为上座 那谁在里面被煮呢 你的六亲在里面 锅子里面哀哀叫你都还不知道 还说 哦 这个好吃 那个好吃 其实是牛羊来报仇 那被吃的就是过去吃他们的这些亲眷 好 那有什么好高兴的哭都来不及 所以呢 这个是 安山大师讲的血淋淋 但是其实有一点那个恐怖的味道 但是其实是一针见血 所以呢 我们来看哦 佛陀就讲 佛陀说 因为我们的贪心啊 贪心会表现在不同的 我们为了疼爱我们的孩子 为了疼爱我自己 我是不是要吃好的穿好的 为了口腹治愈 为了营养 为了健康 好 所以 哦 这阿孙啊 很久没有回来 赶快煮一个大餐 来帮他补一补 煮的是什么 煮的就是别人的叫做胎卵失货 别的生命 水力强弱 地相吞食 因为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有权利上山吃山产 下海吃海鲜 到哪里吃到哪里 从天上飞的 地下爬的 到水里游的 全部都吃进了 所以刚才这个卢贝松他就说 我们真的是很爱吃的一个人类就是过度的用尽了地球的资源 所以叫地相吞食 那地相吞食呢 因为你没有问过他 你就拿了他的生命啊 所以叫做怎样 以人食羊 我们没有去问说 羊啊 你愿不愿意让我吃一下啊 那他会觉得你夺走他的生命 你偷走他的生命 你就等着瞧 所以羊死为人 人死为羊 所以互相来吃来吃去 这一生你欠我 下一生我讨回来 那再下一生呢 我又不甘愿 又追来追去 所以就造成相生相杀 死死生生互来相淡 穷未来记 没有停 好 没有停 除非我们有觉醒 除非我们人家在讨的时候 我们甘愿就还给他 不要再去起一个 哼 你给我等着瞧 如果是这样子才有可能去终止这所谓的轮回 所以呢 他说 业果相续 业果里面有杀到盈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根本的一念贪念 好 那一念贪念呢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他 就是他的这个解决的根本 其实是从他的问题的来源来 我们业果相续 我们会轮回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杀到盈 这三个根本的行为没有断 只要他没有断 那么我们的业就会继续相续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说 如果我们真正的要把这个轮回的问题解决 必须要从杀到盈开始来改变 那怎么样解决 所以呢 我们延续刚才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环保的议题 那因为这个世界各地的人通通都在有这种意识抬头 就是环保意识抬头在关心这个暖化的议题 所以呢 在这两年 我们也在台湾呢 也到处发起的这种所谓的环保 来做一种抗暖化的运动 好 那这一段呢 是从我们的生活中呢 去让我们知道其实要做环保 只要动动嘴巴 我们有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公共电视的报道 很多人会觉得全球气候变迁 温室气体排放好像离自己很遥远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温室气体排放跟吃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以往大家都只注意到工业会产生温室气体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开始关注畜牧产业所产生温室气体的问题 究竟畜牧产业跟全球暖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又哪一些方式是可以改进的 我们常常都以为是空气污染造成暖化 那但是这几年发现原来是畜牧业 那这边就有一个孙子群祖母的 热闹滚滚 大鱼大肉似乎是一定要的 我们通常请客 素食彩色 就吃大鱼大肉觉得这是富裕的象征 但是这几年呢 开始流行吃素 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 跟我们的嘴巴大大有关 动动嘴巴就能抗暖化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气候学家呢 看到我们全球的温度 越红的地方越热 然后因为暖化而造成气候的异常 所以很多地方水太多 很多地方没有水 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呢 全部都乱套 不是干旱就是水灾 所以呢大家就有节能减碳的意识 要过绿色的生活 那这一段呢 是从各个角度 来讲我们怎么样去抗暖化 从环保 从身体健康 从我们的平常的饮食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 有18%的温室气体来自畜牧业 而最新一起看守世界杂志的数据 则是51% 有一半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 12月7号 美国环保署 在各本哈根会议召开前 宣布未来将把六大气体 像是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旦等 纳入规范 其中的甲烷和氧化亚旦 跟动物很有关系 动物的什么呢 动物打的隔 动物放的屁 所以呢 这个动物学家就来研究 他会先经过 牛有四个胃 然后再到这里 然后在这边待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里头充满了维生物 然后维生物它可以进行发酵作用 那这里面完全是没有氧气的 所以它是厌氧的发酵 那发酵完以后呢 它会产生很多气体 然后呢 它就从食道 这里是食道 从食道吐出去 所以牛呼气的时候 会呼出所谓的爱气 那那个爱气就是 这个硫胃里面细菌发酵 以后所产生的气体 那当然这个气体还有别的 还有氢气 还有硫化氢 等动物它排泄出来的粪便 那假如我们有做处理的话 那粪便也会发酵 那粪便发酵如果是用厌氧 就是没有氧气的方法 厌氧发酵的话 也会产生甲烷 那如果是有氧的 就是它不是拿去做硬氧发酵的话 譬如说它曝晒啦 或者拿去做成堆肥啦 那它就因为分别里面有一些氮 我们吃剩的蛋白质 会有一些含氮的物质 这些含氮的物质呢 就会变成氧化雅蛋 以往大家一提到温室气体 大多只注意二氧化碳的减少 然而甲烷和氧化雅蛋 对地球暖化效应更强 这个是在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 发表的这个2007年的第14次气候变迁流氓 它里面有提到也有列了一个栏 就是说因为甲烷它在大气里面 它的寿命只有大概十几年左右 通常一般说大概8到12年左右 所以呢如果以100年的平均的话 是低估它的效率 以20年的平均来算的暖化效能呢 甲烷是二氧化碳的72倍 所以意思就是它排出去的气体 都在关注温室气体 要12年才会增进消化电 动物科学家们也在研究 如何减少畜牧业温室气体的排放 不过畜牧业所面临更大的问题 可是其实畜牧业最严重的呢 导致远的消耗 或是扩大放入面积 而砍发雨林 造成全球绿地面积急速减少 加温了全球暖化的趋势 在畜牧业当中 大家关注的焦点放在牛群 因为和其他经济动物相比 牛脂所耗费的资源是最多的 它这边就说明生产 这个330卡的 这个牛肉呢 所以要消耗能量是16块的 这个实化能源 但是生产这个同样的这个蔬菜穀物 你可以吃饱一顿的话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米饭 它没有列出来 那加上这些茄子花菜等等的 那你只要消耗它的 只有它牛肉的16分之一 根据联合国粮笼组织计算 每公顷的土地利用 如果种植马铃薯可以养活22人 种植稻米可以养活19人 如果拿来饲养牛羊 则只剩下一到两人 我们如果不改变生活 地球整个无效 而且因为我们吃的太多 导致每天有4到5万个儿童 因为饥饿跟营养不良死掉 所以在谋主部分来讲 我们一般嘴巴讲慈悲 一方面又在磨杀其他人的生存 看海地人在吃泥巴 加盐巴在吃的时候 真的让你痛心 经济评论家马凯提出另外的角度 他认为长期以来 吃肉被视为富裕的象征 随着全球化经济和饮食的趋势 全世界对肉品需求只会更加增加 这些国家 当它开始脱离了长久的平衡 开始看到所得上身的时候 他的头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要再啃玉米 我不要直接吃这个窝窝头 我要吃肉 我要吃奶 我要吃饭 这个看起来是最自然的反应 也是人类最基本的旋律 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 就这样一面之间 我们的一个人对于粮食的需求量 就突然之间增加了食品 在台湾主要的肉食来源 来自猪汁和家禽 它们的粪便也成为 污染河川的来源之一 位在台北县的林口溪 就是一条典型遭到污染河川 这个是污染的 因为这个水都是褐色的 它不是很褐色的 它就是那些盘蟹物的 它还有冒泡泡 冒泡 它一直在冒泡这个也是 这冒泡它会产生一些气体出来 它这个 因为里面那些油机物什么很多 20年前 那里面的那个生物 就是鱼蝦什么非常丰富 你走下去的话 甚至于那个虾子会咬你的脚 那你打开那个石头拌开的话 里面有螃蟹啊什么 那个小各种的鱼类啊 非常的多 那就是开始用完以后 那些就渐渐的少了 曾经以养猪为业的洛先生 很了解猪的习性 和整个养猪业的流程 简单来说 以40头来说好了 它一天白分量到400公斤 40头 一天哦 而且它一天拉 拉5次还是6次 你就是给它吃的时候拉 你就给它吃的时候拉 所以睡饱就拉 拉完就吃 吃完就拉 所以就这样 猪很单纯 这是猪 大家都是给猪吃素的 他跟猪有感情 全素食收嘴 如果没有那个所谓的破分池 基本上 猪粪一流到 所谓的除粪池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加压马达 把粪在排入 用马达的那种速度压缩 在排入所谓的河川 换牧场牌 他们才会规定说 你的粪片要怎么处理 因为它们农会会下来 卫生存会下来 如果没有换牧场牌 你是像我这样子 狮子养的 我要怎么处理 我到底在一起 你也没办法抓我 就这样 那台湾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养猪养了四五年后 洛先生决定不再杀猪 最后这一批猪汁 成为陪伴他生活的伴侣 我陪我的孩子时间都没有陪他们那么多 我为了他们处境几率 我一直在收水 一直四处拜托人家说 有没有菜有没有什么 然后收集起来给他们吃 这个温饱我才敢离开 就这样子 培养了一年的感情 那我要推他走 猪也都有感情 猪的智商比较高 他看着我 然后尖叫 看着我 好像意思是说 这群人是谁啊 我要去哪里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 触动 踏去到我的内心 就从那时候开始 不要 这几次我要当宠物养 要养到他们终老 陪他们到最后了 不要再宰杀了 所以他就改行了 现在的骆先生 改当货车司机 闲暇的时候 重重有机蔬菜 并且改吃素 我被猪肚了 根据环保署的资料 一个人一天不吃肉 可以减碳2.3公斤 全世界的人口 只要少摄取肉食 短期内很快就能够看到 减缓暖化的成效 在2009年9月21号 有一群人决定站出来 推动周一无肉里 借着知名艺人站台 吸引民众注意 呼吁大家 少吃肉 就能减少地球环境恶化 虽然年轻人就是很爱吃肉啊什么的 可是现在地球就发生那么多事情 那么多灾难 我们仍然都有承援 那我们只要尽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就可以帮地球更美好 让我们上一代有更好的环境 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要多多跟大家讲 让我们一起爱这个地球 当年9月也是大地母亲 对我们一个很强烈的提醒 那我想我们人类自己 都有周休一日周休二日 你假如说一天无肉的话 也是让大地母亲 有一天的休假 一天的休息 随着暖化议题 在各种场域逐渐的升温 许多机构团体 也加入速食的行列 像是新竹县湖口厂的合金国小 就利用每周一午餐试素 从实际生活里带入团队的表面 那小朋友吃素 感谢敌 感谢父母 感谢阿姨 老子敌用餐 你丁一喜不喜欢吃菜 你喜欢吃什么菜 葱姨菜 红椒 还有咧 还有香菇 嗯 那没有什么东西 你 没有肉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没有肉会不会不习惯 有点连无大胃吧 如果吃肉的话 那个 就会 那个人们就会想要 那个养它们 然后就把那个树林的那个树都砍掉 然后就来养它们 这样子会不会很棒 超级好吃的 这个吃很多 每一周都在期待这一餐 好险 核心国小的老师 并特别涉及相关课程 让小朋友理解 为什么要减少摄取肉食 肉食和环境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体 一个汉堡 里面那个牛肉 才一小块 对不对 那个里面的牛肉呢 要砍掉大概五平方公尺的树木 五平方公尺 想象一下 所以同时要进行教育 我就是会砍树 对不对 但是砍树有什么后果 因为 树木可以吸收什么 对 对 对 那你都给它砍掉了 二氧化胎会怎么样 对 对 我觉得现在环境议题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核心国小的教导主任 那环境议题不是说 说的就 主要就是他推动 说当中 还有校长 就算了 我觉得实际行动 那实际行动的话 最基本的学生 要有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就想说 从生活环保当中 让教案的设计 就是能够切耳学生的一个实际倾斜 让他能够去了解这些东西 最困难的当然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所以在实施之前的要透过很多的沟通 协调达成共识之后 那么这样子的在各种条件具足之后来推动的话 那就会比较能够顺利的达成 为了国际间不断上涨的肉品需求 畜牧业转向大量又密集的集约饲养 却也成为疾病快速传递的温床 让肉品安全亮起红灯 集约的话当然动物就会比较容易 最主要是比较容易传播疾病 有很多疾病它一旦产生就传播得非常快 那集约式的饲养动物它空间不够 它当然是不舒服 人到饲养的话 势必空间要变大 所以饲养量一定变少 因为你需要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每单位面积之内 你养的动物量一定少 那这样的话 动物比较 理论化动物是比较快的 大自然就是一个生态的平衡 如果你有选择性的时候 你可以去选择你觉得 对环境比较有帮助的那个食物 为了我们生活的地球 不过量摄取肉食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根据农委会2008年 他又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讨问 家庭的屠宰数量有3亿多只 平均每人吃了16只 一年杀的猪有600多万头 这些还没有加上进口 以及私宰的肉类 像今年9月份 这个美国临床营养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它就有一篇大规模 将近9万人的回溯性的研究 他就发现 如果以肉食为主食的风险 当作一的话 那你只要一个礼拜 有3天不要吃动物性的饮食 所谓的半肉食者 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 马上掉了一半 一个人只要少吃一点肉 只要少吃一点肉 我们的环境就有救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而且少吃一点肉 我们又越来越健康 何乐而不为呢 在我们的餐桌上 其实就能为全球暖化 兴奋心灵 只要从注意自己的菜单开始 每一天都能有爱护地球的机会 好 所以呢 这个也是从现在的趋势 从环保的角度 从身体健康的角度 从我们跟爱护地球的角度 来提倡素食 那我们在宗教 当然就是从什么 从业果的角度 从因缘果报的角度 从慈悲的角度 那不管你什么角度呢 其实就是要远离 所谓沙盗淫的这个相续的一个因缘 那这种是恶业相续的循环 不已的因缘 要去改变它 必须要觉醒 那所谓的觉醒 就是我们依自己的觉性 依自己的清净心 依着这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 跟众生是息息相关 那众生有寿命 有生存的需求 有恐惧的这种烦恼 那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从腹法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在这个相续的过程 以沙盗淫所产生的 相续的一个业果 会招来一种生死的痛苦 那么我们要免远远离这种痛苦 必须要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所以呢 最后佛陀他就讲啊 那众生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妄念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烦恼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轮回呢 其实呢 是因为我们一念不绝 那一念不绝 如果我们真正的认清楚自己的一个真正的决性 其实我们也没有所谓真正的轮回的现象 是我们迷失的 所以呢 就像这个在67页佛陀举了一个例子 就像一个美男子 这个人叫做颜若达多 颜若达多 他有一天照镜子照一照啊 他就起了一个妄念 什么妄念 说我的头在镜子里面 那我不是就是没有头吗 那怎么会有这种妄念呢 你说这种 这个叫无理头嘛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想 可是他讲的有道理啊 因为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头 他看到的头是在镜子里面 那有谁看过自己的头 没有人看过自己的头 所以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也没有人想要回答他 所以呢 他就因为这样就发狂了 那佛陀就说 我们的发狂也是这样 我们的迷也是这样 本来就没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无理头 那起了妄想起了烦恼 也是没有原因 请问当他在发狂的时候 他的头有失去吗 没有 那突然有一天他悟到 原来我的头就在啊 没有失去啊 那请问他有得到 他的头吗 没有 就只是一个认清楚事实而已 所以呢 他说 望性亦附如是 这种虚望性啊 既然望心 既然无名 他就是虚望的 他也是这样子 有什么原因 没有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的轮回 由于我们的一念妄动而来 如果要终止轮回 我们就要起决性 而让这个望性怎样 就让他歇 不要顺着这个望性 那当然在后面就有一套的一个修行修正的方式 只是佛陀在这边讲 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谜啊 是没有道理 也不需要去追究 只要不要顺着他就好 所以呢在这边讲 我们不要轮回就是不要随着我们的分别心 随着我们的妄想心 随着我们的错误的执念 错误的习性 好不随着世间相续 业果相续众生相续的三种因缘 那自然而然不顺着贪嗔痴 不顺着沙道淫 就不会有轮回的因缘相续 好所以呢 只要不随 那在这边呢 也点出后面修道分修正的一个方向 好所以呢 诶狂性自歇歇及菩提 所以这个严若达多的发狂 他本来就没有原因 那有一天他就是不要顺着他的狂 那只要不要顺着他的狂 有一天呢他就会发现 诶其实他的菩提心 就是他的头 本来就在也没有被偷走 也没有不见 所以也不需要去害怕 不需要去恐惧 所以呢我们一般人的烦恼也是这样 我们就是常常在烦恼的时候 跟着烦恼走 然后跟着我们的贪心走 跟着我们的鱼痴走 那跟着走的结果 就是没有没完没了 永远在相续不断 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现在觉醒了 我们不要跟着自己的烦恼走 不要跟着自己的妄念走 你只要不跟他自然就没有细唱 没细唱 那我们的菩提心就现前 所以他说这个清净的心啊 是本来就周遍法界 不是从哪个地方得 你这个头就像头一样 头本来就在 你不是去哪里找到你的头 你只是因为不迷了 不发疯了 你就发现有头了 所以呢其实这个就像是 我们的这个妄念一样 妄念也是随着这个世界的因缘 永远没完没了 那么我们只要不随 我们就有可能真正的找到真实的自己 好最后呢 在这个见道分的结论呢 佛陀就说 阿难你呀 每天都在追逐所谓的究竟 所谓的开悟 所谓的成就 好那所以你读了很多的经 你听了很多的法 好你你这个从 一节以来 你虽历节 意词如来秘密妙言 就是你从过去累劫 累生以来 你就有这种习惯 就是佛陀讲的话 你通通都把它背起来 都通通都记起来 但是呢 你却没有从你的心去观照 还不如你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式 还不如你能够真正用一天的时间 把自己的心放下 不要去追逐不要随着世间的正爱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相续 就是相同的我就爱 讨厌的不同的我就会正 所以其实就是正爱这两个 这种情直而产生的苦恼 爱有求不得 有爱别离 正有怨正会 同样都是苦 那同样都是苦 你要怎么样远离 你必须要真正的悟到了 无漏夜 什么无漏夜 不攀缘 不颠倒 本具的心 它一直都在 你不需要去修个什么 你只要不要随着执着 随着妄念 随着沙道淫 自然而然 你的心就卸下来了 所以呢 以前阿难他不知道 一直在追逐 一直在追求 好 那现在呢佛陀就点名了 你追求求到最后 还不如真正的实际上的修行 一天就够了 所以呢 从这边开始 阿难呢 他悟到了实相之后 就要开始问 那怎么做 我知道了 我现在要真正来做 问题是从哪里下手 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时时刻刻都修的 而不是呢 只是明白道理 而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呢 佛法是很重视 实修实证 要实践 那实践 就在下一次上课开始 我们就会进入的修道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把整个见道分 从破旺显身 到最后呢 诶 我们知道三种相续 那把维系的疑惑 通通都解决了 原来结论 就是要实际上的修行 修什么 修离开生死轮回之行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今天到见道分的一个结论 那平 其实很容易就是从我们的身口意 平常开始保持我们的决心 远离一切造业的因缘 那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回归到自己的本性本性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 来 我们来回向 不好意思 今天因为这个机器 所以呢 有 有耽误了一点时间 好 来 大众请合掌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西消楚 世事常行菩萨道 谢谢王先生 幸福到教育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